受傷之後 許的願望就是可以蹲著大便 完全不能久戰 你也會擔心你的演員生涯報廢嗎 會啊 真的會啊 那個時候就已經考慮要轉來 有 有 那你有想說要轉來嗎 還沒想好 該努力的都努力 包括宮廟 信仰的力量也都嘗試 好帥 有啊 拜過菩薩 祭宮 媽祖 耶穌 四面佛 然後我在家裡唸經唸了快兩個月 除了宗教之外也還有去看過氣功 還有看過能量療法 還有看過 一個德國的機器叫做MOLA 自然療法 可是他是在講能量的東西 受傷之後 許的願望就是可以蹲著大便 欸 你不要小看蹲著大便這個動作耶 如果你真的可以蹲著大便 代表你的腳恢復得完全好 整個整件事情 最困難的是擦屁股 而且這真的只有腳受傷的人才懂 你只想坐下來蠻難 你坐下來之後開始 你就可以稍微這樣子抱著大 那麼你是個重點 擦屁股正常 而且他就是右腳 擦屁股又用右手 所以只能不能失去練習 自己想像就好 自己想像 我不要 我不要示範了 後來就找到方法 只能說好幸好 練過跳舞 其實我很討厭 真的很討厭 這算是一個比較黑臉的角色對不對 如果說真的有那種白目 就是尤其是青少女 碰亂跳的青少女 像團體也是 我會覺得說我修你們 可以讓這個事情變得順利沒錯 但是我在台上要隔點你們 哥們哥們 我會 我會很像雙面女 我不敢對他們太好 也不敢讓他們對我太好 我覺得Special這個團體也很可惜 宇倫沒有聯絡了 因為他去北京的嘛 那程翔的話 偶爾會關心一下 不管是在人氣上 還是在 生事上都下滑了非常多 那我會覺得說 是因為我們在 正好的時候 沒有趕快的打點生日 這是有目共睹的 那就是下滑兩個字 然後有目嚴重 絕對下滑好不好 跟今天的溫度一樣 因為你看包括像現在這一張 有目共睹的 有目共睹的 跳過 經驗 有目共睹的